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最近主播北木在直播时遇到了一位日本女粉丝 而这位日本粉丝开口就是国粹 把北木都快整闷逼了 北木当时在直播间内和几位妹妹进行舞排 按理说北木找的妹妹应该都是在国内匹配的 但是其中一个妹妹却自曝自己是在日本和北木进行舞排 刚开始大家都不信 但是妹妹身边不断的想起 大家熟知的日本与开飞的众人才相信 她真的在日本 但这妹子身边还有另一个说日语的妹子 她的反应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因为她在看到面前的妹子在和北木排位 于是显得十分兴奋 正当大家疑问之气 这位身在日本的妹妹解释道 这个日本妹子受到自己的引导 如今成为了北木的狂热粉丝 所以才会这么兴奋 北木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外国友人喜欢 她还十分的紧张的找着话题 这名在日本的妹子就当起了北木的翻译 而当北木提到两个人生活这么久 有没有学会什么中国话的时候 这位日本妹子没说什么 她身边和北木打游戏的妹子 确实偷笑起来 这日本妹子自证方论的说出了两句国骂 让北木直接有些发愣 之后北木觉得 日本妹子可能只是在模仿 根本不懂国骂的含义 所以没有过多的追究 之后北木凭着李白带妹妹们连续上分 在日本妹子面前 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力 这位女粉丝出口便是国骂 肯定是跟身边的中国妹子学的 她们的互动也算调动了直播间的气氛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北木有日本粉丝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